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永利关内 与虎联合作的在家日流氓P Group 我是永利的义工家乐哥哥 Hello 大家好 我是虎联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曹姑娘 今天我们会与家长分享一个 刷牙的治理小训练 让家长可以在家 与岁半岁6岁的小朋友进行这个小训练 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游戏会用的工具 就是有刷牙故事书 刷牙歌 道具牙刷 和口康模型 这个游戏其实都希望亲自一起进行 首先家长可以与小朋友分享一个刷牙小故事 一起唱刷牙的歌 再用小朋友的牙膏牙刷 与他一起进行这个朗口的训练 希望透过共同的练习 可以加对刷牙的认知和它的重要性 在过程中我们都要提一提家长 因为有这个刷牙的朗口练习 为了注意安全 一定要与小朋友一起进行 这个游戏主要是想训练小朋友的 治理能力和手眼协调 与成长过程中 学习治理是相当重要的 而小的小朋友 我们主要会教他们如何刷牙 如果大一点的小朋友 主要是学什么呢 而大一点的小朋友 我们主要会指导他们如何刷牙 要里里外也刷得干净的 还有我们希望小朋友自己检查 刷得干不干净的 所以在游戏中我们加入一些治理的元素 主要希望小朋友透过游戏 学习治理 逐步学会照顾自己 从而建立自信 下一集我们会教大家进行一个 小肌肉训练的串珠小游戏 想如何和小朋友一起轻松学习 记得留意我们 拜拜